那些居民就像聖經出埃及記一樣 離開受苦的地方 你搬到當然是改善生活 不會搬到更差的地方 出埃及記有個領袖 摩西 包山仔 你出了去跟著我 大哥 你現在叫去抗野 什麼都沒有 其實政府只是看過 人家的命在你那裏 即是家居 即是安居樂業 習近平就教導我們要這樣 林鄭也是這樣說 大家不要再政治爭拗了 要提供一個政治方向才有行政 第一 第一 你發展局在把地交給你們建屋邨的時候 他一定有大約的規劃 他知道的 是羽民的 如果你房屋處拿了一塊地 你覺得應該怎樣做的時候 你告訴他 即是已經知道了 對不對 好了 現在說明有幾樣事情 第一 就是 入宅很久都沒有配套的設施 譬如 社區服務 社區福利服務不足夠 你只有一個 我借了會委會 會委會 或者是 去拿樓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讓他們擺東西 你在說什麼 即是沒有辦公室 有什麼私隱 那些人去尋求服務的時候有什麼私隱 有些人在拿樓 不是吧 第二 醫院 醫院的問題 你也是可以用大數據做到的 教育也是 我在五年前 就有一個 在大埔堅尼地城上學 最近有一個個案 就是東涌 去港島東上學 找了你們很久了 你說 你的說法就是 諮詢服務是教育局行常的服務 他問了你很多次 解決不了 你叫他照肺 探熱 體溫40度 肺有很大的陰影 不過醫理不了 那繼續照肺 繼續探熱 有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 喂 真的 我也沒有辦法了解 你給我的答案 竟然現在可以答得出口 原因是什麼呢 你們是黑州求劍 其實成語故事都說了 找一把劍 你畫了一個記號 在艇上找一把劍 哪裡找到 活生生 人家要告訴你 幾年前的標準已經不行了 守株待兔是什麼呢 就是 等待在那裡 等到那些人驗 那就不投訴 主席 我沒有什麼要問 他可不可以交流程給我們 就是說 他說 要拿了入伙子才可以裝修 如果有牌照申請就要久一點 你可不可以完完整整 請說你們的流程給我們聽 不要這麼無靈兩可 平均的流程 是平均需要多少時間 你不可以做一個比較詳細的報告 可以嗎 醫院的問題也是 你們有沒有計過移近的人 進去的時候 引起醫療需求的增加 有沒有建議過 就算不建議院都建診所 有沒有 安達臣村在我對面 德朗村在我後面 你現在就在付錢去建 391億 建一個體育園裏面 有100億 建一個天下無敵 5萬人坐 上蓋可以自動開合的運動場 博有5萬人去看鬥 如果你拿地來做 整個問題就解決了 好 麻煩你 問來問去 你也明白 那些議員問來問去 都在關心 究竟現在是不是出埃及記的現代版 出埃及記之後 究竟那個是清草地還是死刑的優局 摩西如果轉過來 是去不了加南的 政府如果轉過來 是去不了加南的 即是說 不會有人服你的管治和統治 你們已經是摩西來的了 雖然間 只有777個人選擇你們做摩西 好